好接下来我们学习这张的第五个知识点 Gearing and Capital Structure 企业的负债比例与企业的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 首先第一个我们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Financial Risk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往往都是与企业的负债密切关联的 如果企业的负债水平特别高 那么意味着企业的财务风险也是特别高的 所以以后我们再说到Financial Risk 大家马上要想到企业的负债水平负债比例 好那么我们就具体来看一看这个财务风险 它的一些表现形式 首先我们从普通股的股东的角度来考量 如果说一个企业它的负债比例比较高 那么意味着这个企业它要承担的Fixed Interest就会特别的高 当一家公司它的负债比例特别高 那也就意味着它的Operating Profit 一个非常微小的变化都会导致企业的税后利润 以及它的EPS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来想一想如果说Fixed Interest特别高 会导致PBIT减去Interest所剩的金额特别小 我们假设说83块钱 那么交完税以后 企业的税后利润就会特别的小 那么税后利润特别低 那么我们的EPS是不是就会微乎起微了 因此我们的High Financial Gearing Level会导致对于股东的回报呈现一个巨大的波动性 那么这个波动性就意味着财务风险是非常高的 好除了我们这个High Gearing给股东带来较高的Financial Risk之外 我们再来看一看还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风险 那如果说企业有较高的这个负债 那这个负债到期企业无力去偿还 注意偿还本金 Principal 无力偿还本金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银行就可以申请让企业进行破产清算 那么对于企业而言是不是走到了终点 所以从这个角度考量 过高的负债比例会给企业带来过高的财务风险 什么风险 破产风险 好第三个我们从supplier或者是lender这个角度来考量 如果说一个企业他债台高筑会导致他没有钱来偿还供应商的货款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供应商作为债权人 是不是也可以申请将这个企业进行破产清算 又走到了终点啊 进入liquidation 而对于lenders而言 对于比如说银行而言 如果这个企业债台高筑 那么这个lender承担的风险是不是就特别高 那么风险高 他一定会希望有一个较高的回报 什么回报 利息回报 所以他会要求higher interest yield 来弥补他所面临的他所承担的这些较高的风险 那么那么是不是使得这个企业所要支付的interest就更高了 雪上加霜 好 这就是企业如果说负债比例过高 导致财务风险过高的各种不同的维度的表现方式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都有哪些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去衡量 或者说评估一家企业 他的financial gearing 负债比例 我们从中文的这个字面意思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 负债比例 负债比例 那不就在说企业的资金当中有多少是负债 有多少是借来的 那么这一部分相比于我们的股权融资 它的比例是怎样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将带领大家学习两种不同的计算方式 来衡量一个企业的负债比例 我们的第一种方法叫racial measure 我们用比例法 分子是debt 分母是equity 计算出我们的capital gearing 那么再来看我们的第二种计算方法 我们叫占比法proportion measure 那么也就是分子是我们的debt 分母是我们的equity加上debt 那也就是在我们的总资产当中 我们的debt所占的比重是多少 所以这两种都是我们常见的 衡量一个企业financial gearing的计算方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在这两种计算方法当中 debt和equity分别我们都可以去到哪里去找到 或者说debt都有哪一些 equity有哪一些 好首先我们来看debt它的组成部分 那么通常而言呢 这个debt我们都指的是long term debt 长期负债 我们来看一下 有我们的银行贷款 还有我们企业发行的债券 那么第二点大家稍微要注意了 如果一个企业它的银行透支规模特别巨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它大于了50%的企业的长期负债 那么这部分银行透支 我们要把它放在long term debt当中 而不再是current liability 所以注意它的这个指标啊 一定要大于50%的长期负债 我们就会放在我们计算gearing的公式当中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要素 第三个我们会把优先股放在debt当中 我们前面再给大家介绍 普通股和优先股的时候 是不是提到了 我们的优先股 它是一个hybrid的形式 是不是混合的形式 既有股权的形式 既带有股权的性质 又带有债权的性质 而当我们计算debt的时候 我们会把优先股放在debt里面 好这是我们debt它的组成部分 我们再来看一看equity 它的组成部分都有哪一些常见的 大家可以翻译一下我们的资产负债表 或者你回顾一下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当中 equity都有哪些要素呀 我们有share capital 我们有share premium 我们还有reserve 当然我们是不是还有留存收益啊 retained earning 这是我们常见的equity 它的组成部分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我们通常还要考虑一个问题 我们到底是用账面价值法 来计算我们的equity 还是用市场价值法来计算我们的equity 所以这是我们要考量的一个问题 那通常当我们考官没有特别说明的时候 我们默认用账面价值法来进行计算equity 那当然如果考官说了 请你用市场价值法来计算我们的capital gearing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再是考量share capital 加share premium 加reserve 加retained earning来计算equity了 注意当我们用market value的时候 我们只考量企业的ordinary share capital 我们只考量这一个要素 如何计算我们的market value啊 用我们企业股票的市场价值乘以我们普通股的数量 得到我们equity的市场价值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啊 取决于到底是用账面价值法还是市场价值法 如果是账面价值法 把我们权益的各个要素把它加起来 当然一定不能考虑我们的优先股啊 把我们的share capital share premium 我们的reserve和retained earning 加在一块就是我们账面价值法下的equity 如果是用market value方法 我们用share capital的数量 乘以它的每一股的市场价值 这个很重要 好我们接着来看 如果是我们采取账面价值法计算的gearing ratio 负债比例 那么这个时候 它给到我们的银行 也就是我们的出资人 一个很好的维度 可以去考量这个企业它的抵押资产 security 账面价值法下 给到我们的lender更好的维度 来考量security 那如果说我们是用市场价值法计算的gearing ratio 那么给了我们未来的投资者 一个更好的维度 可以去判断企业未来的一个偿债能力 debt capacity 所以账面价值法和我们的市场价值法各有优劣 取决于到底考官让你用哪一种方式来进行计算 如果考官什么都没说 我们默认用账面价值法 所以这一块啰啰嗦嗦给大家讲了很多 很重要啊 我们后面要带领大家来学习我们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我们常常会用到账面价值法和市场价值法 好 这个表呢给我们呈现了 我们分别用racial measure 和proportion measure proportion measure 方法之下 一个企业它的负债比例高还是低 我们来给大家一个标准 如果说我们racial measure算出来一个企业的负债比例是小于1的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low geared 因为debt小于equity 那如果说算出来是等于1的 我们认为是比较适中的 还是一个neutrally geared 如果算出来是一个大于1的 是不是说明我们的debt是大于equity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认为企业的负债比例是一个highly geared 如果用的是proportion的话 我们以50%为借 小于50%我们认为是low geared 大于50% highly geared 那等于50%是一个比较适中的neutral geared 好 衡量企业的financial gearing 除了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debt equity的这个ratio和debt 它所在的这个proportion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叫interest cover 利息覆盖倍数或者叫利息保障倍数 它也是衡量一个企业financial gearing的重要指标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利息覆盖倍数公式 分子是pbit 分母是interest 大家看一看 也就是我们的稀税前利润可以支付几倍的利息 一般情况下当题目没有给出任何的参照物 没有给出任何前提条件的时候 我们认为算出来的这个interest cover 如果说小于三倍 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如果说算出来是一个大于等于7的这个倍数 我们认为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也就是企业的财务风险比较低 当然在我们考试当中呢 题目它不会不给出任何的参照物 可能会给出你的行业平均值 可能会给出企业在过去几年当中 它的一个利息覆盖倍数是怎样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当我们去判断一个企业的利息覆盖倍数 是否是安全的 我们要考量一系列的要素 我们来看一看都有哪些常见的需要考量的要素 第一个 the stage of the economic cycle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的经济周期都包括哪些阶段呀 我们有经济的恢复期 我们经济的繁荣期 下行期 和我们的衰退期 那么我们就要看一看 当前我们处在经济周期的哪一个阶段 那么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 我们的利息覆盖倍数也是不同的 这是第一个要考虑的要素 我们第二个要考量的要素是 企业的税前利润 它的一个波动性 到底是波动性较大 还是相对比较稳定 处在不同的水平 我们的利息覆盖倍数 有一个不同的安全系数 这是我们要考量的第二个要素 第三个 我们要考量企业 它的现金持有水平是怎样的 根据这个持有水平来判断 我们到底这个利息覆盖倍数 是安全还是不安全 好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道立题 来练习一下如何计算 financial gearing 先来看这个题目的问题 from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rovision compute 让我们计算 the company's financial gearing ratio 让我们计算这个公司的负债比例 首先我们要马上反映出来负债比例 我们可以用d比上e 是不是 或者用d比上d加e 如果考官没有任何指向性的话 我们就直接计算d比上e就好了 那么给了这个企业 它的资产负债表的状况 接下来我们就去找d有哪一些 以及e都有哪一些 好 这道题目里 它给的是一个资产负债表的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 他没有给出其他信息 那么很显然 这道题目 当我们去计算financial gearing的时候 用的是什么方法 一定是账面价值法 book value 而不是市场价值法 因为从题面上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跟市场价值相关的信息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判断出来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从我们这张报表当中去找到 到底都有哪一些是debt 哪一些是我们的equity 好 给了non-current asset 跟我们这个无关 然后给了current asset 跟我们这个也无关 还给出来了long notes 马上反映出来 long notes 是不是属于我们的debt long note 4700 还给出了什么信息 银行贷款 这是不是也属于我们的debt 银行贷款是500 那么除此之外 还给了一个provision for liability and charges 有一个deferred taxation 有deferred income 这个与我们的debt无关 好 再来看 ordinary share capital 这是我们的什么呀 equity了 普通股 好 1500 还给出了preference share 大家看一看 preference share 我们到底应该放在debt还是equity 很好 我们要放在debt当中 因为虽然preference share 放在equity的部分 但是计算dearing的时候 它必须要放进我们的debt 还有什么呀 share premium 这是不是属于我们的账面价值法下的equity的要素 还有我们的revaluation reserve 这也是我们的equity 还给了什么呀 retain earning 这也是我们的equity 最后给了一个trade payable 那么trade payable 属不属于我们debt呀 不属于啊 不属于我们的debt 不用考量 好 那么我们通过分析这张报表 我们找到了debt 有loan notes 有我们的bank loan 还有我们的preference share capital 我们的equity 有ordinary share capital 有我们的share premium 还有我们的revaluation reserve 和我们的retain earning 我们把这些账面数字 加总在一块 就能算出来我们的hearing ratio 大家可以按一下暂停键 自己算一下 好 来看一下solution debt 我们找到了 有loan notes 加上bank loan 加上preference share 加在一块 得到我们总的debt是5700千 我们的equity 有ordinary share share premium revaluation reserve 和我们的retain earning 所以算出来 我们的equity是6270 那么我们的gearing ratio 用我们的debt 除以equity 乘以百分之百 所以最后得到 我们的gearing ratio 是百分之九十七 是不是一个小于一的数 小于一 我们刚才怎么判断呢 它是一个low geared 好 这是关于如何去计算 我们的financial gearing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下一个gearing 叫operational gearing 前面我们讲到了financial gearing 与什么相关 与财务风险相关 而我们的operational gearing 与什么相关呢 与我们的business risk相关 与我们的经营风险 我们来看一看 什么叫做business risk refer to the risk of making low profits or even loss due to the nature of the business that the company is involved in 那么说明什么 一个公司 它所在的行业的特性 nature 代表的就是这个企业 它所面临的经营风险 business risk 那么我们如何去衡量一个企业 它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呢 我们就引入了operational gearing 好我们来看一下 operational gearing 它的公式 分子是contribution 分母是profit before interest and tax 大家想contribution的公式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的sales revenue 减去我们的variable cost 得到我们的contribution 那么contribution 再减去我们的fixed cost 是不是得到了profit before interest and tax 那么从这里面 那么从这个公式的分析当中 我们发现了 operational gearing 与什么密切相关 与企业的fixed cost 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如果说一个企业 它的固定成本 在总成本当中 占了一个非常高的比例 那么我们认为 这家公司 它的operational gearing 是非常高的 也就意味着 这个企业的经营风险是很高的 那么大家想 如果一个企业的经营风险很高 那要不要控制 它的财务风险呀 当然要控制 如果经营风险也很高 财务风险也很高 是不是意味着 这个企业的风险 是在成倍的增加 好 这是我们讲到的 operational gearing 代表的是企业的 经营风险 好 同样呢 我们也通过一道例题 来熟悉一下 operational gearing 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先看题目问的 required 要求我们做什么呢 第一个 prepare an analysis of profit at all three suggested level of activity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推断 题目会给出建议的三种不同的经营水平 那么我们 那么我们要计算一下 在这三种不同的经营水平之下 企业的利润会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这是第一问 第二问 state which company is more risky 他让我们来说一说 到底哪个公司的风险更大 好 第三个 calculate a measure of operational gearing 让我们计算 operational gearing 好 带着这三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题杆 给我们提供了什么信息 Two companie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ir potential profitability in the fourth coming year 可能现在经济形势 或者说这个行业的风险比较大 所以这两家公司呢 都比较担心他们未来来年的一个盈利状况 profitability 都比较担心 and wish to forecast their profitability given that the volume change by 50% 所以他们接下来呢 要对未来一年的一个盈利状况去做一个预测 怎么预测呢 假设他们的volume是变化50%的 注意变化50% 意味着有可能是上升50% 有可能是下降50% 那么这两种情况我们都要进行考量 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 在三个不同的水平之下 企业它的一个盈利状况是怎样的 好 来看一下 两家公司 一个是haskey 一个是ovn 那么他们的经营状况 sales revenue都是12个million variable cost出现了分歧 haskey 它的variable cost是一个million 而我们的ovn 它的variable cost是9个million 所以会发现haskey的variable cost比较低 那么接着看 fixed cost haskey是9million 而我们的ovn是一个million 这里面 大家根据我们刚刚讲的operational gearing 就提到了 如果一个公司 它的固定成本 所占总成本的比例特别高 意味着它的operational gearing 也是很高的 好 接着再看 算出来profit吧 稀税前利润 那么haskey是两个million ovn也是两个million 我们单从sales和它的PPIT 我们发现两家公司是一样的 只是说他们variable cost和fixed cost的比例是不同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算一算 在增加50%和下降50%的情况下 这两家公司 他们的盈利性会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好 我们就来看一看 现有的水平都是12个million 如果它的volume下降50% 那么sales就会从12变成6 如果说上升50% 它会变到18 好 我们依次来看一下 如果说下降50%的情况下 那么variable cost是不是下降50% 从1变成了0.5 那么fixed cost不会因为我们volume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所以fixed cost还是9个million 那我们的sales减去variable cost减去我们的fixed cost 会得到一个loss3.5个million 好 这是我们题目给的这个情况 那再来看一看 如果说volume上升50% 它会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上升50% 那么我们的sales从12变到18 我们的variable cost是不是增加50% 从1变成1.5个million 同样的我们的fixed cost不受影响 sales减去variable cost减去fixed cost 得到一个7.5的profit 大家会发现如果说它的volume下降50% 它会变成亏损3.5个million 如果volume上升50% 它会变成7.5的一个profit 锅动性是不是相对会比较大一些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oven公司 如果它下降或者上升50% 它的profit会呈现什么样的状况呢 同样的 如果说下降50% oven公司它的sales revenue 6个million 它的variable cost就变成了4.5 从9变成4.5 那么fixed cost是一个million 不受影响 sales减去variable cost减去fixed cost 得到一个0.5的profit 我们就看到了 即使是volume下降50% oven公司依然能够保持盈利性 为什么 它的fixed cost比较低 好 这是它的正常水平 如果说volume上升50% sales变成18个million variable cost增加50% 变成13.5 fixed cost不受影响 还是一个million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sales减去variable cost减去fixed cost 得到一个利润是3.5 虽然我们没有hats key它这么高 但是我们发现 无论是下降50%还是上升50% 我们始终保持一个盈利的水平 那么oven公司它的一个盈利性的波动性 是比较小一些 好 这是我们第一问要做的分析 通过这个分析 大家可以判断出来 哪一家公司的风险是比较大的呀 大起大落 当然是hats key 所以我们第二问 让我们说到底哪一家公司的风险更大 我们说hats key is more risky 它的风险更大一些 第三问 让我们计算operational gearing 因为这里有三组数据 我们就取中间这一组就好了 那么它的operational gearing 公式分子是不是我们的contribution吧 再一次强调一下啊 如果大家不熟悉公式 做练习的时候 把公式再写一遍 contribution除以我们的PBIT 好 那么hats key contribution 12减去1 等于11个million 那么它的PBIT是2个million 得到它的operational gearing 5.5 那么再看一下oven 它的contribution是12减去9 得到3million的contribution 除以它的profit before interest and tax 2million 得到一个operational gearing 1.5 是不是也验证了我们前面说的 当一家公司它的固定成本 占总成本的比重越高 我们就说明这个公司的 operational gearing越高 也就意味着它的经营风险就更高 所以结论 this shows that hats key is more highly geared and hence more risky 好 这是关于operational gearing 我们的一个应用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当企业选择不同的融资方式的时候 需要考量哪一些要素 这是我们这张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字题 那一会儿呢 我们带领大家学习若干个要考量的要素 大家至少需要理解并掌握6个以上 一旦出现这类的文字题 要能够说得上来 好 我们来看一看到底都有哪些要素要考量的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考虑这个资金 它所使用的成本 那通常而言 我们认为debt 比我们equity的融资成本要更低一些 如果企业想选择较低成本的融资方式 那么debt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是第一个要素 第二个 我们要考量financial risk 财务风险 前面我们讲到了 财务风险与什么密切相关呀 企业的负债比例 所以一旦增加这个负债的部分 我们一定会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 什么风险呢 什么是财务风险 大家想 如果你不能按时的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 那么银行将会申请对你进行破产清算 一定要注意利息和本金需要按时支付并偿还的 这是我们的financial risk 好 再来看我们的第三个要考量的要素 business risk 经营风险 我们前面说了 经营风险与什么相关 与这个企业所在的行业的特质和性质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如果说本身这个企业它所处的这个行业是business risk比较高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量不能增加我们的财务风险 因为一旦两个风险叠加在一起 它会有一个几何式的上升 那会将企业拖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境地 所以一定要注意考量 如果说本身经营风险特别高 要避免bearing特别高 好 两者要进行个考量 好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要素 tax implication 税的影响 比如说一个企业 他要去购置一项固定资产 他可能会用债权融资的方式来获得 那么大家想 他去银行进行贷款 是不是要支付利息 利息是不可以抵税的 再来一个 因为他购置了固定资产 所以他享受一个税法上允许的折旧 是不是又是一个tax benefit 好 那么我们换一个角度 如果他不是通过自己购买获得所有权的形式 他是进行租赁 那么他定期需要向这个资产的所有者支付租金 租金是不是也是可以allowable against tax 也是可以抵税的 所以在考虑不同的融资方式的时候 税也是我们要考量的一个重要的要素 好 我们看下一个要素 cash flows 企业的现金流的状况 如果说一家企业 他在产生现金流的这方面能力是很强的 那他就不用担心 不能按时支付利息或者偿还本金 他可以考虑进行债权融资 如果换一个角度 一个企业在产生现金流的这一块 not going to be a good cash flow generator 它产生现金流的这个能力是非常糟糕的 那他未来很有可能会无法按时支付利息或者偿还本金 那在这样的一种前提条件下 他可能要考虑股权融资会相对比较安全 所以这是现金流对于企业选择何种融资方式 我们所要考虑的点 再看下一个 security 抵押物 那么这个企业他有没有好的充足的优质的资产 可以作为抵押 从而来获得贷款呢 如果没有 我们可能要选择股权融资 如果有的话 我们可以raise more debt 好 好 再来看下一个点 control 控制权 如果说我们通过发行股票来获得资金 那可能会导致企业的控制权受到影响 我们那个词怎么说的呀 dilution 会稀释我们的控制权 如果企业不愿意稀释他的控制权 他可能会采取债权融资的方式 如果企业对于稀释控制权没所谓 当然他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来进行资金的筹集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要素 track record 企业有没有长期的稳定的交易记录 可以供调查的 那如果说企业有一个good track record 好的这个交易记录和信用记录 那么无论是通过债权融资还是股权融资 都会相对比较容易 那反过来说 如果一个企业刚刚成立 他没有一个长期的没有一个good track record 那么他会发现 那么对于这个企业而言 很难通过债权融资的方式来获得资金 如果不能走债权融资这个方式 那我们进行股权融资可不可以呢 可以 但是意味着你的股权投资人 他要承担较高的风险 那么较高的风险意味着什么 我们这个企业要给予这些愿意给我们进行股权融资的股东 更高的回报 所以这是track record 对于我们选择的一个影响 好 再来看我们融资 我们需要资金的这个金额的多少 如果说我们需要的资金量并不是很大 我们通过股权融资可能会得不偿失 因为相应的issue cost会特别高 可能我们通过股权融资筹集的资金减去相应的一些transaction cost issue cost剩下的钱所剩无几了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not a cost effective 所以一定要去对比我们所需要的资金量再去考量 到底选择债权融资还是股权融资 再下一个从issue的角度考量 那一般来说呢 这个债权融资它更便宜 成本低嘛 更便利 并且呢 会更快一些 相比于我们的股权融资而言啊 并且呢 它的确定性也更高一些 更有把握一些 好 这是我们从发行的这个角度来考量 对比debt finance和equity finance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covenance 前面我们提到了 covenance是我们贷款协议当中 我们的债权人给到企业的管理层上的一个紧箍咒 对吧 那也就是如果我们的管理层愿意被这个紧箍咒套住 愿意被约束和限制 那么我们可以采取债权融资的方式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管理层不愿意带上这个紧箍咒 不愿意受到这一系列的restriction 那么我们可能会放弃这个debt of finance 从而去选择equity finance 所以在于管理层愿不愿意受到一系列的约束和限制 好 除了这个covenance之外呢 我们还要考量企业的管理层对于风险的态度是怎样的 它是追逐风险型还是风险规避型 那么不同的风险会选择不同的融资方式 如果它追逐风险可能会选择进行债权融资 如果它不希望接受过高的风险 它希望是一种相对保守型的 那么会选择我们的股群融资 这是管理层对于风险的态度 WAC它指的是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这是我们在后面的章节将会带领大家学习的 我们整个financial management这一门课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那么这个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它会受企业的gearing level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要考量采取不同种融资方式 将会对企业的WAC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后面我们会带领大家学习 我们计算出一个企业 它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作为计算一个项目的NPV的折现率 以上这一些是当企业在考量采取不同种融资方式的时候 需要考量的一些要素 大家至少要记住六个以上 如果考试的时候出现这类文字题 我们能够很顺利的把它答出来 争取在这种文字题上不丢分